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0403地震和凯米台风等天在重创花莲 清洁队人员虽然仅有620人的名利来执行各项的环保业务 但仍加派了人员积极执行灾后环境复原以及消毒的工作 而欢迎现场许正位今天就特别在中秋佳节的前夕 前往了各乡镇市清洁队 未免同仁的辛劳和奉献 并且也制证了中秋节的应景礼盒 感谢他们维持家园环境的美丽 县长许正位表示 因应中秋佳节将至 清洁队人员将面对更多的垃圾处理量 请乡亲务必做好垃圾分类与垃圾减量 为辛苦的清洁人员与环境尽一份心力 一同努力打造美好花莲家园 花莲县政府表示 清洁队人员执行环保勤务时 经常身处高危险性及脏污的环境 为的就是提供 县民乡亲优质的生活环境 其繁重高压的工作环境 绝非常人所能体会 为了改善清洁队人员的工作环境 本府将投入更多的资源 提供更好的清洁机具与人员物资 让清洁队人员能够更舒适的工作 并持续关注清洁队员的工作状况 致力于维持好山好水好空气的美好花莲 环保局表示 清洁队人员在执行废弃物与资源回收作业时 其过程充斥各项职业伤害的风险如影随形 如被切割、擦伤、穿刺、坠落滚落、扭伤、跌倒、肌肉骨骼疾病、中暑、交通事故等等 其辛劳程度、危险性及作业环境的恶劣均较其他工作为高 各种职业病罹患几率亦增加 而清洁队员在平日或天灾严峻期间 皆第一线执行各项环保业务 为体恤与照护清洁队员的职业安全 请相亲气质废弃物时应确实分类 一起保护我们的环保英雄 记者张明泰、石玉兰 玉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